馬航訊號或來自陸上 FBI說可能被挾持在某地 他昨天說不排除馬航MH370客機 失蹤接近7小時期間 向人造衛星間揭發出的訊息 部分可能是來自陸地 即是意味客機曾經著陸 有份協助大馬調查的美國FBI人員更加說 客機連同機上200多人 可能被挾持在某個地方 而發生寫者引述一個大馬高級軍官消息 說日前曾經派出一架 和失蹤客機相同型號的波音777飛機 根據事發當日東方雷達偵測島的訊號 從非失蹤客機懷疑飛過的路線 並發送一模一樣的雷達和衛星數據 以此推斷出實蹤客機可能 循北、南兩個方向的飛行走廊前進 當中北走廊由泰國北部伸延至哈薩克 而南面則由印尼至南印度洋 印度空軍高層就說 客機幾乎無可能飛越印度 因為他們的雷達無可能偵測不到 由於客機可能的最終位置無限擴大 大馬政府曾宣布搜索工作進入新階段 參與搜索的國家增加至25個 當局有首次披露 機長向地面發出最後信息前 這個可以發出自動故障代碼的系統已經被關閉 但就不清楚是機長或其他人的所為 有美國傳媒就報道 客機失聯之後曾經做過戰術躲避動作 指出這些動作只有軍機才會做 已被過雷達追蹤 這麼處心積累 難怪雷達偵測不到 大家看到了